中餐厅 中餐厅 而且好像做得还非常不错 小编是一个很喜欢看卖宗的人 所以中餐厅从第一季开始就一直在追 我觉得看见节目里嘉宾做出来的一道道菜 这个过程就是一件非常让人享受的事情 因为赵薇 苏友鹏和舒奇这三个人都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了 所以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不需要多说什么 事实证明他们三个人在节目里的合作 确实非常不错 除了三位前辈外 小白和王俊凯这两个年轻人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厨房里补充菜品的事一直都是他们在做 而且也非常懂事 用比较直白一点的话说 就是情商比较高 小白从这几期的表现也可以看出 虽然他做事稍微有些毛子 有时候也比较固执 但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一直在干活也没有什么怨言 他跟王俊凯两人时不时的争论 也是中餐厅的一大看点 这几个人里最让人惊喜的还是王俊凯 刚开始传出他要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小编是不太看好的 但是事实证明 我想错了 王俊凯不仅会做饭 最重要的是做的还很不错 虽然确实不像一些综艺老手很有梗 但就是偶尔的有梗才更搞笑 这次的节目里 王俊凯做服务员 一句不辣 真的是把外国客人给坑苦了 因为外国人很少吃辣椒 而王俊凯有等于又是成都人 面对红辣椒 他毫不犹豫得告诉客人可以吃 在辣的外国小哥之后 还非常调皮的补了一句道 现在你的嘴巴可以吞火了吧 网友看到之后也是直呼 王俊凯真的是太调皮了 虽然很多网友说 综艺有剧本 但小编觉得 明星参加综艺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性格的 而明星们真实的一面 也是我们非常想看的 希望以后王俊凯 小朋友可以多参加综艺 因为他真挺适合的 并且不能噎尽 我看 并且不再参加 并且不再参加